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今天来到我们眼眸室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彭老师 欢迎彭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知道一到冬季北方会经常的下雪 一到下雪的时候应该说冰天雪地景色还是很美的 是冰雪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两项发明 既能够丰富我们冰天雪地的娱乐活动 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我们在冰雪季节出行的实际问题 去看看是什么样的两项发明 发明人 韩旭 发明项目 雪地 自行车 冬天的哈尔滨是一个被冰雪覆盖的世界 这里的人们用智慧创造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为这个羞涩的季节增添了许多色彩 韩旭是个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平时没事他就爱鼓道自行车 他发现冬天骑自行车特别容易打滑 甚至会摔倒 非常危险 那么能不能制造一台冬季也可以骑行的自行车呢 通过观察他发现 如果增大车轮跟地面的接触面积 就可以防止打滑现象 韩旭想到了滑板 并把它安装到了自行车上 一辆雪地自行车就诞生了 雪地上它压强比较小 我们要减小压强的话 就要使用像滑板这样的结构 所以前轮用的是一整块滑板 但是如果把后轮也做成滑板的话 自行车就会缺少动力 所以后轮开一个槽 这样轮动的时候就可以拨动地面 形成它前进的动力 那么加了滑板的自行车真的可以骑行吗 我们决定去实地验证一下 这天我们带着研制好的雪地自行车 来到了篮球场旁边 刚把车停下就引来了一群人的围观 你看咱现在已经很多同学都看见这自行车来了 你们都见过这种自行车吗 没有 这滑板是普通的滑板吗 普通的滑板通用的 那下面下面的面是光滑的 光滑的 这是滑雪板呢 还是用轮滑板改造的 这是轮滑板改造的 滑雪板也可以 那你们觉得它这个能骑吗 能行吗 感觉比较闲 感觉比较闲 它咋怎么玩啊 感觉又很费劲呢 反弯的方向也是用车把控制的 跟普通自行车是一个道理 这个我能试一下吗 那你试吧 你现在你就想试试吗 我万一它这个能不能登动了 行吗 那你试试吧 注意安全 是准备件的 是行 可能这个雪面不平嘛 骑着都骑到 那谁骑真正要长途的话 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你就骑去看看 你再骑着远一点 再骑去 再骑啊 嗯 感受感受 感觉怎么样 行 小心 比我刚才 我看的时候 好很多 什么感觉 费劲吗 感觉 感觉也不费劲 当然前面一个楼的时候 是感觉是费点劲 但是感觉摩擦起也不是很大 现在不是特别费劲 还是能骑是吗 能骑是吗 能骑 如果雪面停的话 我觉得会不错 是吧 这车特别有意义 我也骑 你也想踢些 行 这个筷子 我原来以为 这阻力挺大的 骑上来以后 感觉还可以 应该挺好的 我看你刚才 骑着一周就过来了 很快啊 我当时以为 这个阻力应该比较大 所以我就特意 用了大点的力气 我们看到这个雪地自行车 它加了两块滑板之后 并不是像有些朋友想象的 可能阻力变大了 好像反而是提高了 它的这个行走性能 是吗 彭老师 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个结构 它前边加一块滑板 这就是普通的滑雪板 这个滑板 后边的 它开了个槽 等于是这个自行车的动力 就利用上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一带行走的情况 现在我让它 转起来 把它放在路面上 阻力有点大 但是我们看到 它在路面上面 加了滑板 一个是可以防滑 然后防止这个自行车的摔倒 对 你这么宽的这个板子 跟路面接触 这个自行车摔倒的 可能性就小多了 看来给滑板开槽的 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这样一个雪地自行车 它的行驶性能 究竟怎么样 那咱现在呢 我这个给咱找了一样 这样的普通的自行车 跟这个雪地自行车 来一场这个比赛 咱就是从这个 第一个电线杆 到第三个电线杆 你觉得怎么样 我敢赢我的能赢 你觉得你的能赢 这样 这样 觉得哪个自行车能赢 你们就站在哪个自行车后边 好吗 围观的人们迅速展车两排 你们这几个都是支持这个的是吧 支持这个雪地自行车的 你也是是吗 对 一二三四 你也支持 五 五个支持咱这个雪地自行车的 这一队就是支持咱这个普通自行车的 是吧 看看这是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是六个 咱这边是六个 这边是五个 这边五比六 咱看看这个 咱这边为什么支持这个普通飞行车 因为我觉得这个轮子要比那个轮子大好几倍 大好几倍 是吧 你觉得呢 我也是感觉 这个轮距差 觉得稍微有点大 那咱们这边的呢 我觉得那个轮子肯定在雪地上会打滑的 这个滑板会好一些 我觉得这个会 哦 你是觉得那个会打滑是吧 咱试试好不好 好 好 你们各自给各自的那个自行车加油 好 一共三百米的路程 记忆打滑的积雪路面 究竟谁会获胜 双方严阵一带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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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车都拼尽全力 普通自行车骑起来稍稍有些吃力 却已经领先于雪地自行车 率先完成了一半路程 加油 加油 由于地滑 选手拐弯时 不得不小心翼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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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自行车已经开始往回骑行 而雪地自行车才刚刚到达拐弯处 拐弯很是费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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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雪地自行车的前轮就像是失控了一样 左腰右晃 很不稳定 行驶速度非常缓慢 已经被普通自行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普通自行车赢得了比赛 好看在这个比赛完了赢啊 这个普通自行车赢了 对 你觉得咱们这个主要问题在哪呢 我认为是转弯的时候我们的车慢了 转弯的时候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咱们 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好好再研究研究 不过我看这个速度已经还可以了啊 对 还是比较理想 嗯 看来咱这个比这个快不少啊 你觉得骑的怎么样累不累 还行 你呢 我这个腿已经麻了 已经麻了 我看你刚才骑到半路的时候就开始那样拐了是吧 这个走着眼也行啊 拐弯不是很容易 拐弯挺费劲是吧 我看你到拐弯的时候就被他给落下了是不是啊 是 输掉比赛的经历给了韩雪很大的打击 即使发着烧 他仍旧坚持到学校的工程训练中心 已经要解决雪地自行车行驶的不稳定性问题 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会虚心向各位老师请教 在不断的摸索与努力下 他终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前轮连接结构 并把它安装到了自行车上 那么他改进后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这个车改了改是吧 又改进了一下 改哪里都 首先你看这个前板呢 我们给他掏了一个槽 车轮呢就可以跟地面接触了 而且这两车的连接件在设计上呢 让它更加的轻便 同时呢也更加的稳固 那你不知道咱这个改进效果怎么样 那咱们比试比试吧 行行行 面对厚达五厘米的积雪路面 改进后的雪地自行车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测试 开始了 3 2 1 开始 厚达五厘米的积雪路面 似乎并没有难住雪地自行车 它完全没有了上次出现的左腰右晃的状况 而普通自行车明显要吃力很多 马上要拐弯了 赛局会不会出现逆转呢 雪地自行车的拐弯性能明显优于普通自行车 轻而易举的赢得了这场比赛 那同学你刚才骑完什么感觉啊 感觉非常好 这次感觉 保持了自行车原来的那个灵活性 这次拐弯比较顺利 你觉得骑的怎么样累不累 你骑起来特别费劲 费劲是吧 对 拐弯的时候还特别容易打滑 拐弯的时候打滑 对 我看你这个特别吃力啊 对 整体来说都比较快 好 我们看到发明人对这个雪地自行车进行改进之后呢 它的拐弯确实是变得灵活了 那彭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它这个改进的原理是什么 在它的车上 这个轮子或者说前部跟这个板之间的连接 是靠一个金属架子 它转弯不灵活就出现在这个金属架子的设计上了 怎么讲呢 如果说我们观察自行车 你看看这个着力点 还有这个中间轴 轴这条线 前轮跟地面接触的着力点跟轴是一条直线下来的 应该是基本在一条直线下来的 对对对 这样我们转弯 它才会很直接 确实 在这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呢 来体会一下这一点它的重要性 因为比如说我这做了一个自行车的模型 这个不是很全 你也可以看出来它的主要部分 这是普通自行车的结构 这个是轴 这个是前轮 那么我们可以拿弹簧秤去拉它 体会一下它转向时候需要多大的力 我如果让它转向 原来是在这个方向上的 我这样一拉 你看这根本就没有速度的变化 没有变化 那就是不可以力 我们拿手感觉也是 所以 这是我们说的 正常自行车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设计 就是前面加了一块滑板之后 对 转满的时候的效果相当于 现在这种车轮结构 这个前边这个行车的前架的这个轴线 它们是这么一种关系 就是轮子靠前了吗 增加了一块力矩是吗 对 我们拿条程拉一下 你看看让它要是发生一个转向 我得用多大的力 我现在要让它发生转弯 你看看 哇 这个次数要非常大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是轴线 这点相当于增加了一个阻力 而这个阻力产生的力距 应该是这个力产生这段距离 这个值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转弯的时候要克服这个力距 这所施加的力也就要非常大 所以它在第一代设计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它前面这个轮子的底下的滑板开了这个槽 让它的轮子着地之后 那就改变这个问题 对那就是正常自行车这个轮子的 就是还是回回到它的着力点去垂直于这个轴的这个 对这种情况下再转弯肯定是非常灵活的了 改进后的雪地自行车连接界发生了改变 这些转弯的问题 改进后的雪地自行车真的能够那么灵活的拐弯吗 为了测试自行车拐弯的灵活性 我们找来了七个追行筒 以2.5米为间距 依次排开 让雪地自行车绕行 面对这样的挑战 雪地自行车能够成功吗 简距2.5米的追行筒 对于雪地自行车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自行车轮子上的滑板随时会触碰到 还在旁边的追行筒 看来这个很顺利拐的啊 而且拐的特灵活我看 对 这个结果看来还是很满意 很满意 对 正当我们决定要将追行筒的间距变为2米时 含蓄却不同意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这个车都快要到2米了 车都要到2米了是吗 对 在含蓄的要求下 我们对自行车进行了测量 对于车身长度为1.7米的雪地自行车来说 2米的间距对自行车的拐弯性能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车手似乎有些紧张 险些摔倒 看来这次的绕行测试不容乐观 您提的就是什么感觉呀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它既保留了自行车本身 对于转弯时候的灵活性 更显然又提高了在雪地中间行驶的稳定性 看来雪地自行车的灵活性的确不错 不过刚才毕竟是在积雪路面 如果面对更加湿滑的路面 它还能成功吗 我们来到了一个广场 这里的路面比较复杂 厚厚的冰层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 面对这样的挑战 雪地自行车还能成功吗 安排了一个三轮车 然后跟咱雪地自行车来个比赛 三轮肯定要比两轮稳定 我以前还没有跟三轮车比过 没有比过 咱们还得试验试验 师傅呀 今天您骑这三轮跟咱这自行车比 您觉得谁能赢呀 那看谁骑呗 他骑不一定年轻人能骑过我 我都在东北骑好几十年了 年轻人他对东北的气候 他不一定能适应啊 看来您是经验老道啊 好 那咱今天就这样 您跟这个自行车 然后比到那个旗杆那儿 然后再回来 行吧 一个来回 行 那就演戏一下吧 三二一开始 您这个是三轮车 这是 这是一轮跑 做我的两轮就在那 干嘛呀 噴不出来啊 噴不出来啊 湿滑的路面 给三轮车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三轮车的轮胎一直打滑 寸步难行 而雪地自行车 似乎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它就像是在正常路面一样 飞速前进着 看来 比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了 就在这时 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 徐帝自行车竟然摔倒了 三轮车抓住自行车摔倒的机会 奋力前进着 虽然打滑的现象一直存在 但是最终三轮车还是反败为胜了 太累了 累是吗 我看这一开始起坐的时候 老打滑都走不动 中北的路面滑 滑 我们骑一年四季 到冬天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我看您就是往那 到那个杆子那往回反的时候 有一个轮子都起来了刚才 那是速度快 转急了就这样 再急了就翻车了 看来咱还是拼尽全力了 对啊 那么咱们才能解决后轮打滑的问题呢 韩旭从衣服上的尼容扣 获得了灵感 并把它安装到了后轮上 那么这次雪地自行车 还会打滑吗 我们的记者迫不及待的 请你上了 那这个就跟普通车一样 对 跟普通车操作是完全一样的 就这样骑着想要说 对 怎么感觉这个 这个管弯还不错 感觉挺灵活的 不像感觉有个板 就感觉好像不错了 跟普通车轮一样 而且你看这面子这么滑 我觉得也不打滑体的 感觉还挺轻松 冬季的送滑江江面 已经形成了厚厚的冰层 普通自行车是无法在上面骑行的 只有冰上交通工具可以正常行驶 那么加了尼容防滑扣的雪地自行车 能够应对这样的挑战吗 我们决定测试一下 咱现在测试一下 看它这个防滑这个能力怎么样 行吧 我给咱找来了这个人力的这种爬链 然后咱从这一面旗子 然后这是起点 然后到后边那个红的旗子 咱是终点 咱比试一下怎么样 行行 这个盘有速度快 速度快 收手的 您觉得有信心吗 跟这个沈测试车比 我一定要把它拿下 为什么呀 它那不见其他有五块 比试 比比吧 行吧 我看了刚才我东北人 能不能比过我吗 好 准备 三二一开始 比赛开始了 冰车在光滑的冰面上飞速行驶着 看来这样的挑战对于冰车来说没有一点难度 那么雪地自行车会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呢 随着实践的推移 雪地自行车能够扭转战局吗 马上要摆弯了 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看来冰车选手的力气已经快耗尽了 终于扫完了 说实在的 不累 是假的 看咱这比班了 咱又赢了 什么感觉 还是非常顺利的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稍微落后一点 就是因为先让自行车行驶起来 这样它就会很稳定 然后后来呢 稳定以后呢 就很容易加速 然后加速以后呢 我就很容易往那里超过 雪地自行车能够得到普通群众的认可吗 这天中午 我们带着雪地自行车来到当地的一个公园 我们的到来立刻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 大家都很好奇的看着这个自行车 一些路过的人甚至连中午饭都不吃了 一直跟随着我们来到了公园的湖面 一个小姑娘迫不及待的气场了 你怎么样感觉 那你 我先去 试试 这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玩意儿 这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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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儿怎么样呀 起起来 挺好的 挺好的 拐弯什么的 什么感觉呀 我玩意儿就是别拐骑的 照样一下 跟骑作用车似的 这玩意儿 打滑吗 不打滑 嗯 这玩意儿还不好 怎么样感觉还好 感觉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是跟人车相比的 你能感受 就是跟同车一样 我认为这个是滑雪 就是去滑雪 不会滑雪的 骑的车都不定 等于滑雪吧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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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大爷为了 试骑这个车 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辈子坐在这儿 都太后了 没位置儿 我这儿都 这能调底 你还要脑 我就是这样 我从小的 我身上 我身上 我们要脑的 大爷 你觉得怎么样呀 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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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最好是留待 能骑吗 太能骑的 你觉得不能骑啊 怎么就不骑 这个车带着板干什么 哎呀 这带板啊 行的 干不进去 找不了 对 有冰箍的这种 它这两个 这个车完车着 对 这个车还是有行的 我钱炒鞭就炒车子了 那玩意没得管车 您骑完什么感受 最好的呢 这个现在就是 你是怎么自己装的 还是经买的 这个普通自行标板 加上市场的滑板 然后再加上 我设计这个连接件 后面那个滑滑透 一样这个普通自行标 就能改装出来 你是你设计的 对 韩曲作为一名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 大三学生 历经两年时间 研制出了一辆 学弟自行车 它的创新支出 主要有 第一 成本低 将市场上通用的 自行车和滑板 通过连接线 组装即可 第二 实现了在 冬季冰雪路面的骑警 第三 在现有基础上 发明人设计出了一款 太阳能车灯 可以解决 学弟自行车的 夜间骑警问题 自行车的使用过程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希望发明人呢 给你足够的考虑 第一个呢 自行车主要靠的是 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平行前行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有一个 脚灯对地距离的要求 那么使用这样的 雪地自行车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么从有在雪地上 行走的这种 雪地自行车之外 有没有能够在冰面上 行走的特殊的交通工具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发明项目 发明项目 冰上电动车 发明人 徐向阳 徐向阳曾经是一家 国有企业的职工 多年来 他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裕 但也衣食无忧 没事的时候 还喜欢研究些机械制造 直到1994年 企业改制 让他突然间下岗 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 徐向阳的冬天 到来了 接下去 该怎么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有没有可能搞一些小发明 来解决养家糊口的问题呢 那时候下岗就为了吃饭 说白了就是为了吃饭 往上去做什么一件事 可是发明什么东西能让自己赚钱呢 公园里冰面上的游人给了他灵感 看着公园这个手滑车啊 诶 都灯还挺多 后来想了想 如果要说用脚踏代替这个 冰迁的那个 因为冰迁的这个 嗯 一个是比较原始的 因为这个好像也危险的 拿着纤绿啊 在那儿回过来回过去 所以说 就这么一个想法吧 那就 去搞这个 冰上的这个 自行车的一创作 徐向阳找了一辆普通自行车 把前轮拆下 换成跟普通滑冰鞋一样的冰刀 将后轮保留作为动力 并在后轮两边 加上两个滑道 用来保持平衡 这是他最初的设计 也是后来 冰上电动车的 雏形 可是 当徐向阳把自行车 拿到冰上 给大家尝试的时候 却有人 提出了问题 上一半去了 累有点 有点累是吗 是手累啊 还是脚蹬着累啊 脚蹬着累 不仅是这位小女孩 另一位小男孩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也太硬了吧 太硬了 怎么太硬了 小孩子蹬着累 大人也没觉得轻松 那就是跟这个 用普通自行车 在冰面上骑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慢 慢了点是吧 要想依靠发明挣钱 首先就是要让 尽可能多的人接受 面对大家挑的毛病 石像阳 灰蛋没有排斥 反而欣喜地 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他又一次 钻进了工作间 几个月之后 一辆边上电动车 制作而成 这个跟我们之前看的 完全不一样了呀 这是用电 用电瓶来取 就对 没有那个小灯子 这两个大灯盒子 对 有这个是吧 对 有这个电池 带动这个电机 对 气队 这个 那然后 其他的这个 结构 跟之前那个 脚灯式的 那个有差别吗 滑道跟以前是一样的 两个的滑道 还是一样的 但是前面的 转向是不一样的 由于冰刀 从先前的一个 变成了两个 所以 他们的方向 由方向盘 来统一控制 通过方向盘 通过这个 传统杆 完了之后 带动那个 方向机 完了之后 把这个 冰刀 左右 同步的去摆动 往左打来 方向往左走 往右打来 方向往右走 很准确的 冰上电动车的表现 会不会让人满意呢 为了测试冰上自行车 我们来到美京市青年路的 一个室内滑冰场 这里一年四季 都有人面前滑冰 和其他冰上项 冰面 非常平滑 在这个原造冰面上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到底好不好看 好吗 好看 我觉得这个地方 会有问题吗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冰面 非常好 你觉得这个冰面 很平滑 是吗 好 所以没有问题 那我们还是来试一下 看看吧 我们是我们现场的 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游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会 会不会喜欢你 这个冰上电动车 好吗 让他们也来试一下 你今天有没有见过 这样子的冰上的电瓶车 没有 很好奇 很想试试 你打试一下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 好 踩上油门 小车开动 冰上电动车的两枪 还引来了小朋友的注意 许向阳看在眼里 高兴在心里 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啊 很好啊 好好啊 对 你会开车吗 对啊 那你觉得开车车 跟在这个陆地上 开车感觉不一样吗 基本上没有很多差别 但是就是 可能没有差别 在陆地上开车 就有这种经验吧 觉得很新鲜 对对对 那你觉得开车这个 很像呢 还有控制速度 你觉得你跟我吗 肯定我 很好分别 好的 就像我们结束这段采访的时候 有两位小朋友 迟迟不肯离开 发现被摄像机跟拍 赶忙逃避 小姑娘好奇却不敢尝试 而小男孩却找来了 给自己壮胆的人 父子俩出发了 他们的游戏 让小姑娘好生闲 不能坐车 我跟着总可以吧 在光滑的冰面上 电动车和小姑娘 就像在跳一支 嬰雅的舞蹈 冰上电动车果然魅力不小 大人小孩都玩得无以乐乎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 电动车的行驶 需要较大的冰面 可是即便在北方 像这样大面积的室内冰场 都是无头见的 更常见的 还是冬季里自然环境中 冻结的水面 即凹凸不平 还有裂缝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冰上电动车 依然会有出色的表现吗 试试啊 滴上虽然不平 但电动车还是顺利行驶 加速 倒挡 转弯 虽然这些动作都在冰面上接近 但是都能轻松实行 准确而及时 非常灵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状况发生了 刚才由于车速太快 急着来不及刹车和打门 结果一头扎进了雪堆 这怎么办啊 哎 哎呦 这个倒不回来了 吃不来了 倒挡也倒不动 哎呦 我发现它就 中到雪地鱼了 它就得 倒挡也倒不回来 哎呦 就得 你这样 哎呦 出来了 哎呦 虽然遇见小小的意外 但总之来说 冰上电动车的表现 还是很不错 哎 哎 我觉得还挺灵活的 这位说好有点电动感觉 但是转向什么的 真的是挺灵活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而且越 越些个 高高高还行 既然冰上电动车 在自然冰面上 行驶自如 那么 它可不可以当作是 冰上的交通工具 来使用呢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 就会告诉我们答案 我们在冰面上 织集一道小彩旗 这是比赛中 两车赛道的划分 而即将与它 一决高下 正是陆地上 特别常见的 交通工具 电动三轮车 这个是您的这个电动车吗 对 对 经常用拉货 要接孩子什么样 嗯 这个速度怎么样啊 挺快的 挺快的 咱们这个身后啊 有两个赛道 一会儿呢 咱们都往那边开 然后呢 到了那个头边 再掉头 立马掉头 再回到这个终点 咱们算是比赛结束 看看谁能先回到这个终点 谁就赢好吗 嗯 你觉得能比过它吗 比速度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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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呢 人家说啊 一会儿能超过你这车 您觉得呢 能比过咱们这个传统的电动车吗 应该差不多 在冰上面 那这样吧 你们都说自己能赢 那咱们试试看 比比看好不好 行 好 来 盯上电动车 要和普通电动车比速度 究竟谁能胜出呢 徐向阳 会赢得比赛吗 听我的这个啊 好烈啊 预备 开始 咱们这个 边上电动车 暂时领先啊 在车很快 普通电动车就后来居上 率先到达赛道的另一端 接着拐弯掉台 徐向阳已跟随其后 来了一个漂亮的掉头 三轮车很快到达中点 冰上电动车 却闪闪来去 好像速度还是比这个 普通的这个电瓶车要慢啊 对 为了安全 所以说设计的 速度比较慢的 就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设计 限制的这个 10公里 一类 徐向阳认为 输掉刚才的比赛 是因为他设计车的时候 就给车限速了 所以这并不是自己的优势 那么 他认为自己的优势 在哪里呢 方向灵活性 完了之后 可以做调移啊 做什么都可以 觉得比这个传统的 这个电动车 还是要灵活是吗 确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普通电动车 在掉头的时候 需要一个非常大的拐弯板镜 而徐向阳 一个急转弯 就把车头掉了个儿 方向控制非常灵活 这种特点 在绕行障碍物的时候 应该是很有优势的 那这样咱们还是来 比一比看一看吧 如果说就是这个赛道上 有障碍的情况下 看看您这个车 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电动车 谁能够先绕过这个障碍 到达终点好吗 好的 我们利用天然的资源 将雪堆积到赛道的上面 他们错落纵横 并且从起点到终点 难度逐渐增大 那咱们就来比一比试一试 好的 好 走吧 大家回到起点 即使比赛就要开始 好 那咱们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电动车 咱们先来试试啊 好 预备 开始 小心啊 希望不要碰到这个雪堆 第一个障碍顺利绕过 接着是第二个障碍 为了保证不破坏雪堆 电动车的速度明显放慢了 可是即便如此 它还是有些失控 就快要接近终点 这时又一个失误出现了 好 咱们这个成绩是43秒 这个时间并不长 但是呢 我看您刚才压了一个雪杠 还有前头这个雪堆都压着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车有点高 在冰上不好控制 这个前面龙胎 不好控制 你觉得不好控制 方向是吗 对 一方向一打 它就滑 刚才普通电动车的成绩是43秒 还分别破坏了一个雪杠和雪堆 那么接下来 冰上电动车的表现会怎样呢 面对重重障碍 徐向阳能顺利通关吗 开始 和刚才的普通电动车一样 徐向阳前进的速度也降低了一些 第一个障碍顺利绕过 接下来是第二个 依旧成功绕过 由于冰上电动车 只有一个驱动轮 是在冰面上滚动前进 其他与冰面接触的部分 都是滑动前进 因而很像在优雅的舞蹈 而每次到了需要绕行障碍的时候 它又能以极小的半径 非常迅速的转向 恰到好处的 通过一个又一个关卡 好 咱们这个一共用时 是41秒的时间 比传统的电动车还要少了两秒钟 而且我看在这个过程中 您是一个雪杠 一个雪堆都没有碰着 您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满意 我们看到冰上电动车 它在方向的控制上 还是要稳定一些 普通电动车呢 它是前轮靠轮子转向 轮子为什么能够控制转向 就是由于这个轮子 它这样走阻力小 它这样走阻力非常大 所以它就向着阻力小的这方面运动 但是如果在冰上 它会出现侧向的力不够的这种车 车就横向打滑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把它换成冰刀呢 它实际上是咬在冰里的 咬在冰里以后 你要这样去推它 往前行驶 很容易 就很小 很容易 但是你要横向推的 你就根本推不动 冰刀向着哪个方向 它就一定沿着这个方向 终于将对手打败 徐向阳很是得意 他告诉我们 即便是车后赛索上一个人 他照样能赢得比赛 你应该得意 为什么呀 因为我那个反而不加比赛 excellent 徐向阳的猜测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他回到棋里 立马叫上一个小伙子 坐在他的身后 计时开始 加上了一个人的重量 车子的速度似乎有些提不起来 不过依旧行驶得非常平稳 也顺利绕过了三个障碍 可就在这时候冰车却突然停住了 怎么回事啊 车怎么都不动弹 徐晓阳只好下来查看 是怎么回事啊 卡冰封里后来 什么卡冰封里了 冰刀 那你给它拿出来 咱们再接着走吧 完了 走不了了 怎么了 都完了 怎么走不了了呢 都完了 弯了 对 那这怎么办 拿回去休息 没想到本来信心满满的她 看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主要是掉在冰缝里面 受这个冲击之后 完了之后把它冲完了 电动车会卡在冰缝里 这可怎么办呢 徐晓阳在冰刀上动了一点手脚 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原来的冰刀是这样的 现在改成了这样的 相当于说旁边给他加了一块铁片 加了一个铁板 对 这样的一个支撑 完了之后让他说就不掉的缝里面 一定从缝里面穿过去 为了增加娱乐性 徐晓阳还把车改成了碰碰车的形式 他给车体加上一个外照 让坐在里面的人得到保护 周围也加上了一圈橡胶圈 作为撞击时的缓冲 这正好也弥补了冰上刹车 较为困难的确定 新一代的冰上电动车 究竟能不能裹冰凤的关呢 我们还是到实地去验证一下吧 对 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 慢一点 为了特使新一代冰车的性能 借着故意往大的冰列车开 好几次感觉有上下的卡顿 但都不会出现 之前卡入不动的情况 打冰车就这样的 他还会出来 哎 我刚才过了一个特别特别宽的冰峰 我感觉好像跟刀里面下卡进去了一点 但是很快就被它划出来了 它里面有块金属板 它也陷不下去 所以说一般的勾勾卡卡都能出过 在冰刀的边上加了一排铁片之后 即便刀刃卡进了冰峰 由于铁片的支撑 冰刀不会陷进去 再加上惯性的作用 很快又会从冰峰里滑出来 冰上电动车研制成功 徐向阳终于看见了一条养家无口的路 如果把它们放在游人较多的冰厂 工人驾驶 还能互相撞着玩 那该多好 那么游人对于这样的娱乐 会不会感兴趣呢 徐向阳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吗 我们接下来将在北京的一个公园进行测试 您之前见过这个冰上的泡泡车吗 我们南方那没见过 都是南方的 南方那这个冰面都很少见了 对对对 你们那之前见过这种冰上的泡泡车吗 没有啊 想不想试试啊 想 想 想试试 好 那这样 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好不好 看这个在冰上的泡泡车撞起来什么感觉啊 好的 好 来了 来 把那个放下 你上车吧 干嘛 你们两个坐一个车啊 我们俩是一个邀人的 也是一个学校的 也家住在一块 好朋友是吗 是 那你们两个谁来开啊 我开他谁 都安排好了是吧 大家准备就绪 一辆黄车率先出发 不一会儿 所有的人都玩开了 这边撞得还没缓过神来 打对面又来了一个 见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边上玩铁滑车的小朋友看得是一脸羡慕 对啊 怎么装不堪呢 觉得怎么样好玩吗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真过瘾 是啊 好不好玩啊 好玩 好玩 那个速度特别快 就有飞的感觉 拐弯的时候 拐弯 拐弃了的话 它有摆尾摆得很厉害 摆尾摆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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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飘移的 飘 飘忽的感觉 飘移的感觉 那种感觉怎么样 那挺过瘾 那挺过瘾 在这个冬季热闹的公园里 有一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游戏 但他的心里 却比谁都更加高兴 徐向阳 我当然高兴了 我付出了这么十年的努力 终于社会接受了 所以我就高兴了 而齐学多年以来 他发明的冰上自行车和电动车 都已经为他带来了收入 他也终于不用再为生存而发愁了 您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吗 嗯 这问题解决了 徐向阳发明的冰上车系列 用冰刀在冰面上对方向控制的优势 做到转向灵活 操作方便 所谓新的娱乐形式 冰上混合车与传统混合车相比 更能带给人滑动飘移的感觉 是一种新的体验 冰上电动车 我感觉非常的好 它是把滑冰鞋的原理 和我们车辆的原理 有机的把它结合了在一起 给使用者带来无限的乐趣 那么也做一个提醒 我们要加装的电池 它有它的特点 如果有碰撞的可能 发明人和使用者 注意安全至关重要 好 以上就是今天晚发明的节目内容 欢迎观众朋友们 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还有官方网站 今天再次感谢彭老师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做精彩的讲解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